江小姐,这样的玩笑,你以后还是别开了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 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伤又不是一年两年了 碰上一个坏情况什么的,也都是很正常的 说起来,也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太好 我的主治医生跟我说 要不是我当初昏迷不醒了两年 腿伤压迫了某些神经 可能早就查出来,我这绣腿有病变的可能 其实,要不是今天听你说这么多 我都不知道,原来四年前的我有那么好 现在我都忘了,不煮拐杖走在大街上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说起来,我还是一个超级暧昧的人呢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腿出现了病变 你以为我是闲着没事做 才不好好地做复健,继续组织这个拐杖啊 我可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喜欢他 真没想到 蒋小姐的运气竟然会差到这个地步 不过就是不知道蒋小姐平时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我常听老一辈子人说一句话就是病急乱头衣 既然蒋小姐的腿伤一下恶化得这么突然 想必也很是忧心 如果蒋小姐信佛的话 我倒是知道京都东郊那边有一个叫万佛寺的寺庙 听说那里的神仙特别的灵 蒋小姐要是没事的话 倒可以去拜一拜,顺便求一个平安 说完这些 陈康面色浅然地站起身来 等下就要下班了 我上面还有点工事 抱歉,蒋小姐 我得去工作了 我已经吩咐好了保安 如果您等下需要安排车送您回去的话 只需要过去跟他们说一声就行 他这恭敬的态度 令蒋千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只能是傻愣愣地望着男人挺拔的身影 消失在前头的拐角处 蒋千南郁闷地拄着拐杖从大厅里头出来 他抬脚正准备往前走 又想起什么事的 问了一句保安 你们陈特助每天都很按时上班吗 是啊 傅先生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陈特助每天都是公司来得最早的一个 晚上也绝对是走得最晚的一个 最晚 最晚是有多晚 差不多每天都是快十二点的时候走的 有的时候还会更晚 但绝对没有比这早的 听完了他的话 蒋千南顿时眉头紧锁 对呀 陈康有老婆 有孩子 这是蒋千南一直都知道的 而且陈康这个家伙 还是个妻奴 所以这么看来 按照他的作息来看 他是不可能去跟傅景洪见面的 那这也就意味着说 傅景洪一定还在京都吧 对呀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